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的五个日常用的唇部产品 包括了唇膏、口红还有唇彩 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它们是部分高低贵贱之分的 对于我来说我都一样的爱它们 当然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点 然后各自都有各自的缺点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唇膏也不是完美的 所以说 那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那第一个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款Dior的 Lip Glow Color Revival Balm 所以顾名思义说 它是一个唇膏 它不是口红 也就是说它的滋润度来讲是非常好的 就是要我来描述一下的话 它是一个懒人的必备品 它首先是非常的滋味 然后它给你颜色 就是它的颜色呢 而且不是像其他的那些有颜色的唇膏一样 比如说特别的呆质 它的这个颜色呢 会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嘴唇上的温度 激进自我的调节 然后调节到一个跟你整个人的状态 而且皮肤的温度 皮肤的颜色什么的 都像匹配的这样一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形还是非常的神奇 方便 然后自然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然后它唯一的缺点 它可能它的这个膏体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硬 就不是像其他的那种 唇液上的唇膏 然后这么的画声 有一点点 从你来讲还是我非常喜欢它的 尤其是我早上如果没有时间 就是挑选唇膏的话 它肯定就会被我带走了 对就是这样 好然后下一款呢是这个 Sopen Warrior Sexy Motherfuckers 的这样一个叫gloss stick 它是介于唇彩跟口红之间的这样一款产品 所以说我真的是 对它的爱是无休止境的 爱它的颜色 首先它是一个裸色的产品 那颜色呢大概就这个样子 有一点裸色偏粉的感觉 然后我爱它的质地 它质地就是非常滋润 然后有那种唇彩的效果 会达到一种风唇的效果 我爱它的这个柔软程度 它比那个Dior的唇膏质地 更加的柔软 然后更好的就更容易上妆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懒人的选择 可能国内不太容易买得到 这款产品 但是如果有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收入这个产品 它这个系列还有另外三个或者是两个颜色 我记不大清了 反正还有一个颜色是偏霉红色一点 那个颜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颜色是偏紫色一点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仙气的颜色 所以强烈推荐这一款 然后下一个呢 我让我看下的是这一款 亚式兰黛的Pure Color的这样一个唇彩 这个颜色可以从这个管子里看到 也是一个非常粉粉的 然后但是又偏珊瑚色一点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最爱它的一点就是它的亮片 它这里面其实是有金色的跟粉色的 亮粉色的这个亮片在里面 所以在太阳底下的话 这个金色的粉色的亮片 融合到一起就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就是让你整个人都特别的有活力 然后也有一定的风唇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你单涂它 或者是你配一些这个裸色系的唇膏 然后把这个加在上面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有它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一直都不舍得扔掉它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方便性 然后它这个颜色非常的日常 再下一个是这个Clinic的 倩碧的Chubby Stick 严格意义上来说 其实也是算一款唇膏 就是口红 滋润性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这个颜色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15号 叫做Haji Piani 这个颜色是这个 如果你觉得裸色不太适合你的皮肤 如果让你使得 皮的这个整个人看起来比较呆滞的话 那像这种水水的粉色 就是会比较适合 它这个粉的话粉得很好看 是有一点偏紫的这个眉红色 然后呢由于它是一个唇膏的质地 所以它这个红色涂上去之后 不会太妖艳太明显 会有一种富有活力的感觉 会使得你就是会显得特别年轻 这个颜色我觉得在春夏季历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选择 然后配上给你这个 猫眼的这个眼线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那最后一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MAC的口红了 这个是纯意义上的口红 我本来买了之后 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它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秋季的这样的颜色 它就有点偏紫的感觉 它的这个质地呢也是有一点润润的感觉 它不像那些MAC的其他的一些系列的口红那么干 它是非常水润的 它其实上上去的时候也是有一点那种唇膏的效果 但是它的显色度要比唇膏的效果要更明显一些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样 是偏紫色 偏紫色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大好 尤其是最近就是秋天快要到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尽量用它 然后今天其实我在上上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也是非常百搭的 对啊 所以我就也强烈的推荐 好那这些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五个的唇膏产品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